不是枪药啊 还不是相亲给闹的 对方没看上你 没事咱才二虎岁 还有市场 再接再厉 开什么玩笑啊 明明是我没看上别人 之前介绍人不是说这小伙子 挺好的嘛 工作稳定人老实 这个头模样都不错 家里还给准备房子了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没感觉 你感觉 喜悦我可得说你 你当自己是十六七岁小姑娘的 还感觉 你这岁数可危险 千万别找感觉 过两年再不把自己嫁出去 真成大龄圣女 我要成大龄圣女了 你可得对我负责任 那我一定的 真的 你这过两年再不把自己嫁出去 我不得跟你交养老保险的 哪 吃下苹果吧 你说这孩子多好啊 跟我干了这么多年 工作上肯定是兢兢业业 每天还坚持不懈巴结老板姨苹果 这么好的员工哪找的 我可得把你看住了 要不然再让别人给你挖走了 你钱得看好我 你看看 你这店里开了这么多年 就我这么一个员工 嗯 我告诉你 你要是回头我被别人给抢了去 那你就能只身打天下了 哈哈哈哈 大叔啊 嗯 那你就真的一点都不后悔 你没有和他们一起干下去呢 嗨 也就像魏然有他关于理想的坚持一样 我也有自自的坚持 行行行行 我知道你的坚持是什么 你的坚持啊 就是树龙井 小孩懂什么呀你 我已经不是小孩了 我现在都是圣女了 大叔啊 嗯 那你的眼里 就放不下树龙杰以外的 其他任何人了吗 说我跟树龙 打小一块长大 都这么多年了 虽然没走到一起 可是也从来没分开 习惯了 可是树龙姐她没有接受你啊 你再这样下去 你根本就是在无望中寻找失望 又在失望中等待绝望嘛 哈哈哈哈还一套了 那你说怎么才不绝望 大叔啊 我的意思是呢 你是不是可以尝试着 把目光 从树龙姐身上 开一个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发现 师兄姐身边 还有其他别的女人了 什么意思没明白 大叔 大叔 我喜欢你 我们在一起吧 你干嘛呀 我是认真的 我不喜欢你 我跟你干了这么多年啊 不是 喜悦你 我 你才二十五岁你 年龄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 它并没有影响到我 我就是喜欢你的执着 我就是喜欢你的坚持 我就是喜欢你的上进 和对感情的忠诚 大叔 让我给你一个家好吗 姐我 我 我 我爱殊荣 我 可是她没有一直接受你啊 反正我觉得她是不能再这么耽误你 我可跟你讲啊 从今天开始 是要出去寻找我自己的幸福 看着吧 我先走了 小姐 小姐 小姐请来你找谁 小姐你不能这样 你下去吧 喜悦你怎么来了 是不是子伯哥出什么事了 跟子伯哥没关系 我呢 是想找你来谈一谈 来 坐 世荣姐 如果你不打算接受子伯哥 那你就不要再耽误他了 你说什么 我已经喜欢子伯哥很久了 我不想看着他这么一直被你耽误着 所以我想和他在一起 你喜欢子伯哥很久了 你喜欢子伯哥很久了 很久了 可是你 你才二十五岁 我才二十五岁 不假 但是这并不能代表什么 子伯哥身边的女人除了你也就只有我了 既然你不肯给他幸福 那我就请你退出去 把他让给我 这样的话 大叔到老 也不至于有一个很孤独的人生 喜悦 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你不要介意 我之所以一直没有接受子伯 我 是因为我不确定 我对他的情感究竟是什么 有亲情 有依赖 也有习惯 可是那通通 跟我对齐伯的感情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那不是爱 如果我现在接受他了 才是对他最大的不公平 喜悦 喜悦 你今天来告诉我你喜欢子伯哥 那么我希望你可以回答我 你对他的情感 是爱 世荣姐 如果子伯哥问我对他的感情是不是爱 我想我根本就不敢回答他 因为我对他的爱和他对你的爱比起来 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但是今天你问我这个问题 那我就可以拍着胸脯告诉你 我爱他 喜悦 姐祝福你 不过 怎么了 你说 不过子伯哥心里和眼里他就只有你一个人了 世荣姐 如果你愿意为我和他的幸福做点什么的话 那你以后不要再联系他了 我答应你 谢谢 喂 喂 喂 叔叔 你都睡觉了吧 还没睡呢 这段时间你在忙什么呢 我都找不着你了 我最近啊 是还挺忙的 我都没怎么在公司 那就好 我还以为你因为上次的事不理我呢 上次什么事啊 就是上次你让我进大公司的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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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盛南跟我说了 说你还开发出了一个新软件 哎 哎 怎么样啊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啊 哦 淑淑 淑淑 你真的认为我现在这样的生活没有 没有价值吗 啊 子伯哥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只是觉得 你要珍惜你身边的每一个机会 不管是生活上的 还是工作上的 尤其是 感情上的机会啊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珍惜一下 淑淑 我一直都很珍惜咱们的感情 那至于事业嘛 我更是几十年如一日 终始于我的爱好 哎呀 这一过了十二点 我就五十岁了 都五十年了 生日快乐啊 子伯哥 哎呀 我还以为你把这事忘了呢 没有 哪能忘啊 主要是我明天可能有点事 就不去给你过生日了啊 啊 淑淑 你不是每年都 子伯哥我明天是真的有点事 这样吧 今天也也不早啊 明天我还有事要早点睡觉 你也早点休息吧 哎 好 那先这样再见啊 哎 淑淑 哎 姑娘 不是扫地 不是扫地 哎 喜悦你怎么来了 哎呦 人家姑娘啊 都忙了一早晨了 你怎么才起来啊 啊 没有没有叔叔 是我们老板呀 平时起早贪黑的 哎呀 他过个生日嘛 自然得休息休息 你看 你们聊着吧 爸 您歇着吧 我呢 就拿你生日给自己放一天假 过来呢 跟你亲一亲 哎 孩子孩子 你啊 你别跟这儿瞎忙活 赶紧去去去上店里 给我看店上班去 去 今天星期一店里面没有人 啊 你要是不愿意 那就算我调休了 我这生日过不过无所谓 你 你这么着 我给你嫁了 你去上外宝宝去 今天舒荣姐没有空 没有空你就不过了 我跟你过啊 哎 你怎么知道舒荣今天没空啊 啊 啊 不是 她要有空她不早来了嘛 喜悦 你 我 我给你下一碗长寿面去啊 小丫头 今天 忙活了一天 谢谢你啊 嗨 没事 你觉得我做的饭还好吃吗 喜悦我问你个事 你说 你知道 今天舒荣为什么没来 我怎么知道 所以今天我过生日她没能来 我就老觉得我的心里想缺了点什么 今天你又舒荣不来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安排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爱你 因为我爱你 我就是想努力的 为我自己的幸福争取一下 那你就不能明白吗 我明白小丫头 我明白你的用心良苦 可是咱们年龄差距太大了 你明白不了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的爱 也体会不到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的心 我都五十岁了 我这心里除了舒荣 别的女人都装不下 而且我对舒荣的爱 那都已经成为习惯了 就像呼吸像流水那么自然 改变不了了 可是她不爱你啊 我才是最爱你的那个人啊 我们这代人的情感 那早就渗透在岁月当中了 已经不是爱不爱那么简单的事 齐悦 你是个好姑娘 你还年轻 你一定能够找到适合你的爱 好了小丫头 咱不说了 你啊 我给你放个大长假 你好好出去玩玩 等你想明白 想通了再回来上班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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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